县上的朋友,县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在硅谷要求医学中心的赵魏良先生的话题期间,我们举办这次县上的讨论会,我是主持人硅谷要求医学中心的馆长薛建华,谢谢大家,谢谢这场的嘉宾和作为专家,还有县上的朋友。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中国头像画展内缘和外托,这个话叫赵魏良,赵先生的情况,大家在网上,或者我们在微信公照画上,我们咱俩在图上大家对一点比较熟悉,我就不足介绍了,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一个对话的形式, 我们请来四位美国和大陆的专家,第一位坐在我边上来,是世界著名的美术史家高牧生教授,高教授是宇宙性现在培养的第一位艺术史的博社,长期从中国绘画的研究,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那么最近十多年来,高教授也从此车压化的创作, 所以他从传统中进去,从传统中出来,今天他会给我们分享很深入的内容,高教授边上的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苏阿茶,他是国家教委,看到美国来的访问学者,他本人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副教授,教授艺术史了, 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的方向,是美国的华人画家,重点是投降画的方向,所以他今天会给我们做一个他的研究的很新的,苏女士片上的,就是本次对话的主角,也是我们展览的主角,赵卫良先生, 当然,到现在看上去很年轻时,就这样网上发展了,谢谢。 就算是帽子一摘,厉害了,艺蓝是一个少年,我们网上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上海的, 著名的課長在屏面叫那個董雲表 董先生你好 你好 因為董先生那裡上網有點不方便 現在採用那個省機的那個中轉的方式在省機上 董先生和趙薇良先生奮力組織了 那種目光先生的這個面子叫做目光實戰 那這麼聽說非常有份量的一種神明 那個目光先生有代表的1950年代天使代 就是上海的對話區的群體 那是非常有份量的一種書 那個我們還有那種北京的中央美蘭的佛社 那個劉均平教授 今天你讓你討論 你在北京 每一條線上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朋友 那麼我們現在今天那個基本的流程 就是那個蘇阿堂 他先給我們講一下 他用一些詳細的文件給我們講一下他的 就是研究每個華人畫家車廂畫的 去考慮的一個心得 然後我們下面高教授 那個董先生 還有劉均平 就開始和趙薇良先生 來進行一些交流和對話 我這裡呢也收到一些觀眾朋友 事件發來的問題 我也請趙薇良來回答 那麼今天我們現在還請來 那個也是上海來的 旅美的那個著名畫家 橫寧 橫寧大家到美國來 也是學生家畫的 一些畫三年 對 我們請他等一下也畫這個探訪 好的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請大家蘇阿堂 對 好 我們請大家分享一下屏幕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可以看到 就是 好 謝謝 謝謝書館長 給我這麼一個 砲磚引玉的好機會 就是 我 差不多半個月前 就是 聽說有這麼一個機會 大家一起來分享 一起來和趙薇良老師 就是 了解他的作品 然後一起來 嗯 重新的感受 回顧 梳理 這個 抽象藝術的創作 的這麼一個主題的時候 我當下其實有點懵 但是很快 腦子裡面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題目 就是看不見的敘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會冒出來 但是後來想想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呢 是因為 我的導師 張堅教授 他有一本書 叫做 另類敘事 當然他講的是 歐洲的 就是 德國的 藝術史 或者說 歐美藝術史 《方法論》裡面的 專門講述 表現主義 繪畫傳統 的這麼一本書 那麼我覺得 看不見這個詞 對我來說 很有意思 它有好幾層的這個隐喻 我想我在 這個課件當中 也會慢慢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麼 我覺得 就是 看不見 首先它是有一種 主題的隱藏 就是抽象化 對於很多人來說 不管是學者 還是普通的觀眾 他們對於抽象化的一個理解 更多的就是 試圖要去解析 去明白 裡面到底 有什麼樣的一個 內在的含義 但其實這些東西 往往都是隱藏起來的 另外一個 看不見的一個含義 其實我想講述的就是 我待會兒再慢慢的 那個 跟大家分享 所以 我今天 我要不把這個 先隱藏一下 把最右上角 這個大家 沒關係 一點點 我想講的就是 我想抽象和具象 這兩個詞的一個對立 或者說他們的病治 其實真的是 由來已久 包括到今天 關於繪畫 尤其是架上繪畫 傳統繪畫的討論 永遠都離不開 這兩個中心 詞彙的一個 一個討論 所以 當我們講到抽象的時候 大家的腦子裡面 立馬就會 浮現出具象 要知道 具象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真的是根深蒂固 尤其是在 不管是 西方 就不用講了 文藝復興 樹立的這個 強大的一個 敘事的 隱藏的 象征主義的這種傳統 還是在 國內 還是在中國 建國以後 國家的 大的 宏大的敘事 都需要有 看得見的 摸得著的 這樣的一種 形象的明示 所以 大家對於藝術的一個 接受 更多的還是在 停留在 我們的視覺傳統 就是 我看得見的 講述的故事 我記得 約翰奧恩尼斯 一位 就是 寫神經元藝術史的 那本 那本書的 一位藝術史家 他在裡面 有一個章節 就是 我幾年前 看的那本書的時候 他似乎提過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 生理的一個原理 就是為什麼 東方人 他們會 創造一種 更加抽象的形式 而 地中海一帶的 他們會 傾向於清晰 可感的 有明確 邊線的 有明確 有清楚主題的 這樣一類作品 奧恩尼斯他 從生理的角度 他覺得 比如說 埃及人 他們在這種 長期的封殺的 這種 侵蚀 或者說 這種 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的視覺 其實是一種 更加模糊的 更加模糊的 而地中海一帶 因為可能受到 氣候地理 各種因素的原因 他們可能 傾向於更加 清晰可感的 這是一種 解讀方式 但是其實有很多 其他的藝術史家 他們會覺得 東方人 他有一種 對於世界的一種 敬畏 一種疏離感 他覺得 這個其中有太多的 不可把握的 一些因素 所以他們不會選擇 用一種非常明確的 這種 形式感 表現出來 那不管是 哪一種解讀方式 我想抽象藝術 就注定了 他需要我們更多的 知識系統 和更深入的 對於藝術 傳統的理解 考察 和新的認識 其實抽象繪畫 就是 我待會兒也會提到 就是哪怕在 90年代 上世紀90年代末 大陸 台灣 都對他有非常多的 這個誤解 覺得誰都可以創作 我想這是 很多人 引繞在很多人 哪怕是現在我們在高校裡邊 學生 他們也不太能理解的 就覺得 好像誰都能畫 好像誰都能畫 所以 這個是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這種 有史以來 這種傳統 具象的傳統 德拉庫羅瓦 羅丹 霍去病 那真的是不勝美決 就是 一抓一大把 怎麼樣如何 用具象的 這種形式 來創造 可歌可忌的 這種史詩式的故事 前段時間看 吳冠中的這個 繪畫形式的美 他80年代 他當時的幾篇文章 都奠定了 國內對於抽象繪畫的 一個 前期的一個理解 當然是他個人的 一些這個感受 我想把右上角 這個去掉 我不知道 這樣子 就暫時這樣 他說我認為 形式美是美術教學的主要內容 但是對於對話的 對象的能力的描繪 它只是手法之一 他說如何認識 理解對象的美感 分析並掌握 構成美感的一個形式要素 才應該是美術教學的一個環節 才應該是美術學院的 學生的一個主食 就是這種形式美如何去探索 該怎麼探索 它為什麼要探索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重要性 我想都是值得我們今天 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抽象畫從來都沒有 結束過 它的探索仍然今天在繼續 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想法一定是不成熟的 我覺得就是抽象 抽象創作其實是一條很孤獨的路 它孤獨到既是時代的先生 它同時又可以是時代的晚歌 所以正因為它又既是先生 可能又會是晚歌 才能夠說明它有一個 延綿不絕的一個生命力 而且在現當代 它還會有更多的無限的 發展的一個可能 一個可能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得到 為什麼說它是時代的先生 為什麼說它是 為什麼說它是孤獨的 因為我們說現代藝術之父賽上 它雖然創作的不是純粹的抽象畫 但是它雖然創作的是從立體派開始 包括它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 它從一個立體的轉向一個平面 從這個多姿多彩的光怪陸離的 這樣的一個世界 轉到一個認為只有幾何形體 才能夠構築的一個世界 雖然它沒有直接創作抽象畫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 它對於抽象藝術家 他們的這個啟發引領的 這種精神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它認為就是當然沃林格爾 就是前面我剛剛提過 但沒來得及說的 沃林格爾他也提到 就是在整個藝術史的 這個書寫過程當中有兩套系統 一個就是移情功能 一個就是抽象功能 具象畫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一樣的 具象的這個主題色彩 還有他們所講述的這個故事等等 它是對於人有一種移情的 心理學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但是抽象藝術 它可能是另一套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記得康定斯基 他也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雖然說當然賽上 他是反對印象派的這種 瞬息變化的這種捕捉 他覺得我要畫不變 就是我要重回普桑對吧 他說的普桑其實就是一個不變的 一個不變的世界 所以康定斯基 他在看到印象派的揮畫的時候 他說 為什麼他在看到莫奈的那個大草堆的時候 他說我感覺主題都消失了 主題都消失了 所以這一點其實 不管是賽上還是印象派 我覺得對於抽象揮畫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主題沒有了 我們該怎麼樣去看待抽象畫 就好像美國有一位抽象畫家 萊因哈特 當然他受到東方藝術的影響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別人就說 問萊因哈特 他說你這個畫裡邊 這個東西代表著什麼 萊因哈特說 那你告訴我 你作為一個人 你代表了什麼 所以主題的消失 主題的消失 這個是一層看不見 就是我剛才想說的 那麼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開拓了這個西方抽象派的 這樣的一個先河 我記得我剛去年12月 剛來舊金山做訪學的時候 我跟Mark Johnson教授 坐下來聊天 他跟我講的第一位藝術家 就是這個 Hilmer Klint 他說你知不知道 有這麼一個藝術家 我當時不知道 我當時不知道 因為誰都知道 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 但是我真不知道 Hilmer Klint 他說他是一個 注定著要 rewrite the history 的人 就是 因為他的抽象畫 甚至在康定斯基之前 好幾年 就已經他的抽象畫 就已經非常的成熟了 就已經非常成熟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在斯坦福大學 正好他們的藝術史圖書館 有一本新書 是新上架的那個位置 我正好就看到 Hilmer Klint的這本書 講他和蒙德里安的這個形式感 我就讀了一下 就正好也覺得 跟我們這個課 就是這個課題 我們講抽象 也有點類似 這個主題類似 所以我就看了其中的 一兩個章節 還沒有看完 在裡面呢他就 所以可見 這個已經就是 rewrite the history 就是他們把 Klint和蒙德里安 做進行一個對比 雖然說他們之間可能 其實並沒有交集 並沒有直接的交集 而且尤其是 克林特 他是在去世之後 他生前就是說 等我死後20年 才可以展出我的作品 所以後來大家很晚才知道 他的創作 那麼這個 在這個 Abdel他編著的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篇章 叫神志學科技跨國現代主義 其中有一篇文章 是這個Taylor寫的 自然和抽象藝術 他說不管對於 Klint還是蒙德里安 自然與抽象藝術之間的關係 就是把自己框定為可見世界 和內在感覺提示之間的關係 他們生活的一個世界 是一個看不見的力量 無處不在的一個世界 X射線 無線電波 電磁 以及我們知道就是神志學 甚至我們也知道這個 抽象那個鮑豪斯 鮑豪斯學院其實最開始的 藝術基礎課程裡面 也有一門就是叫神志學 不是神志學 就是一些 甚至會有一些這個 宗教儀式的這樣的一些活動 相當於啟蒙一下大家 然後當進入到一種 無意識潛意識的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創作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也就提到了 就是 他就提到了 他說Klint這幅畫 就是最右邊這幅畫 原始混沌 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去解讀他 或者說 以他們的一種方式 在解讀Klint的作品 他說他對於這種 自然界當中的生物形式 自然界的有機對稱 其實下面這句話是放在上面 因為我為了美感 我就把它放下來了 他說 就是這種 動態的不對稱 的這種美學 非常感興趣 他怎麼做呢 他把它用一種近乎對稱的方式 用一種 力量的這個螺旋回轉 從一個角落 傳遞到另一個角落 然後呢 用他的這種黃藍綠色來象征 來表達他的這樣的一種 形式感 而對於 蒙德里安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蒙德里安 左邊的這一件 還稍微有一點 具象的影子的 這件作品 他說 對於蒙德里安來說 那當白昼式去 夜幕降臨的時候 這種物質超越的瞬間 在這個巨型的框架內 找到了它的物質性 找到它的物質性 對於這兩位藝術家來說 直觀的自然的描述 和本身的幾何形狀 是相契合的 所以雖然說 蒙德里安的這件作品 中間的這一幅 1906年的 還不算是完全的抽象創作 但是我們似乎也能夠感受到 抽象繪畫有的時候 我們似乎可以從自然當中 找到它非常對應的 非常對應的一種影子 它怎麼樣來 它怎麼樣來 所以抽象繪畫 絕對不是一個空殼 就是覺得它的主題是看不見的 似乎就什麼都消失了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摩德里安從主題的這幅畫 慢慢的過渡到 右邊的這種純粹的物質性 就好像把所有的物質 都擺在了畫面 都擺在了畫面 然後過去的這種 具象的傳達 就是 雖然近景遠景中景 但是現在變成了一個 一個平面的一個東西 所以 文仲他曾經說 他說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 是形式美的核心 我們 研究抽象美 也要研究西方的抽象派 我想我們 哪怕是討論華人的抽象繪畫 也永遠都離不開西方 抽象繪畫的傳統和歷史 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永遠 他一直到現在都還存在 所有的 就是尤其是具有跨國經歷的 從中國來到美國 或者經台灣 或者說香港 或者哪怕是南亞 南亞 南洋 南洋的藝術家 我想他們每一個 在這樣一個跨國的 這樣的一個體驗當中 一定是 跟西方的這個傳統 是分離不開的 在這本書裡面 他也引用了 蒙德里安的一句原話 蒙德里安 他說他的自己的作品 是一種 新素化的一個過程 這個詞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而且我還查了一下 該怎麼讀 plastic 我到現在還讀 讀不稱透 不好意思 plasticizing 可能是這樣的 他說他的作品 是一種新素化的一個過程 他說新素化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選定的格式 或材料當中 在這個媒介當中 再把材料轉化成 新的形式的一個過程 他認為藝術當中的這種 plasticity是活躍的 又類似於一個自然的一個展開 一個新的自然的一個展開 他說這個概念 對於大多數現代藝術來說 都至關的重要 當然有的材料 把它定義為 導致自然形態的生長或產生 或者說 尤其是生物有機體 等等的說法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說新素化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賦予了藝術作品 意識本身的重量 色調和節奏 後來在二戰期間 這個可塑性的概念 就被一個更模糊的 術語抽象所取代 雖然說二戰之前 還有好幾位藝術家 就下面這三位 這裡提到的這三位 他們仍然在通過一些 半刊物的方式 在堅持這樣的一種 塑化的一個概念 但很快其實 還是被抽象所取代 康定自己本人 他其實也對於過度 依賴抽象這個詞 是持謹慎態度的 他比較喜歡用具體 來形容自然 在材料中的一種 生動的一種體現 他稱之為內在的必要性 所以可塑性和具象性 這種詞彙 後來就被淘汰了 而且抽象表 超現實主義 就是迅速的登台 然後也嘲笑他們 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抽象藝術的一個 實踐形成過程當中 關於藝術作品當中的 自然的力量 就是自然的力量 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也都浮出水面 從Klint和蒙德里安的個案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都知道 Klint他的作品當中 有很多神智學的 受到神智學 或者說宗教啟發 引發的這樣的一些創作 就是不管是神智主義 還是東方哲思 不管是抽象的誕生 還是他的延展 就是他的核心部分 在這本書裡面也提到了兩個詞 就是他說 蒙德里安和Klint 最重要的是 他們打破了一種全球的思維 而以一種行星的思維 進行思考 而這種思考 全球和行星 就是我們大家都習慣說 全球藝術史 全球藝術環境 但是他提倡用一種行星式的思維方式 就是比全球更加遼闊的一種方法 這種方法 他打破了以人為中心 人為萬物的中心 把人類去中心化 把宇宙空間的所有的事物 生物看作是一種平等的生命體 一種相互連結的網絡的自然觀 我覺得這一段就是 我覺得是我看這本書 這個章節的一個收穫 就是 我這裡中間呢 我引用了就是19年 我導師張堅教授 他當時應北大的博雅講談 講的一個講座 因為後來我在瀏覽這個講座的一個內容 我也想到了他提到的一句話 他總結了一句話 就是關於沃林格爾 以及奧托帕赫特 他們與這個帕諾夫西的象征的 隱秘的象征主義之爭 就是帕諾夫西他們的這種圖像學的方法 就是習慣於用一種人文思科學的這個角度 去解讀畫面當中的鏡子這個代表什麼 水晶串代表什麼 脫下來的鞋子小狗窗台的水果 以及旁邊的床代表著什麼 但是奧托帕赫特他們覺得 北方文藝復興不能用這樣的一種方法 不能用以人為中心的 以人為中心的 以人類的知識為中心的這種解讀方式 而應該超然脫離出來 用一種視覺的方法 比如說他們北方文藝復興藝術家 他們只是為了創造一個在場 這個在場就是為了避免你的眼睛 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去運動 去追尋畫面當中的中心和邊緣 他們創造一種在場感 會讓你與畫面當中的這個畫面 這個故事融為一體 去以一種世俗化的方式 去感受一種宗教情緒和情感 所以觀看方式的不同 導致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理解 和講述的方式 藝術史的書寫都會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當時張老師他總結了一句話 他說藝術作品是對現實 右下角在塑造的一個成果 它不是世界的圖像 也不是世界的代替 它是一個微觀的宇宙 不能夠簡單的把藝術創作理解為 是藝術家運用一些象徵符號 來傳遞某些知識或者意義的活動 所以我想我們在看 趙薇良老師的作品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會一直這樣一種衝動 就是很想問趙老師 趙老師那個馬您代表著什麼 就是那個裡面似乎有一個人 他是個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抱有這樣的想法 去看待抽象的話 一定會受挫的 所以 所以 最後 總結了一句話 我們老師他說 學習觀看 就像掌握任何一門記憶一樣的 那也許這是帕克特的說法 一句 需要根據觀者自己的努力 在作品的引導下 不斷的塑造自己的觀看習慣 讓你的眼睛進入作品 最終達到理解 所以觀看這個作品的過程 就是視覺的去把握這個 藝術家 特性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這兩天也一直聽 就是 聽書館長說 趙老師也不會去跟大家去介紹 去解讀他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我是非常能夠理解的 非常能夠理解的 雖然我一開始見到這個作品 尤其是見到抽象的話 我也會非常想問 趙老師就是您創作這個作品 它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含義 我覺得這些都是能理解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能超越這一層 就是抑制住這樣的一種想法 我相信我們會對抽象的話 有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所以我們回到 左邊就是 神智學是一方面 我們說東方的哲思 哲學思想等等 都是它其實都是 對於我們對於傳統藝術感知方式的一些挑戰 就是對於宗教科學 東方西方之間關係的一種 明確邊界的一種挑戰 所以 左下角呢 我就是 講到右上角的這個海報 就是當時 克林特他第一次的作品面試 好像是1986年 在洛杉磯郡里美術博物館舉辦的這個展覽 就是讓大家看到 19世紀末 20世紀初 精神哲學潮流的一個復興 學者們他們筆下的神秘主義 在主流藝術史學中被邊緣化 其實被邊緣化的不僅僅是神秘主義 還有許許多多 現代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 包括東方的一些元素 還有 哪怕是很多的抽象表現的藝術家 他可能到現在他還是覺得 我沒有受到 我沒有受到東方藝術的思想的影響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其實在20世紀上半夜 這個是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東西藝術的交流 就是不僅僅不 就遠遠早於這個階段 而且在20世紀上半夜 幾乎就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一個世界了 所以抽象與移情的這個作者 就是剛剛提到了沃琳格爾 他的一個翻譯者王才勇老師 他說過 他說波羅克他喜歡甩墨 一層一層的甩 但是他的作品 你看印刷品沒那麼震撼 要看原作才能明白他的深度 我想在座的也有前輩老師 還有觀眾 應該都見過波羅克的原作 這個是一個事實 但同時我想說 趙薇良老師的話 同樣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今天課件當中 沒有放太多的趙老師的話 可能有幾幅我非常喜歡的 有代表性的 就是因為我想知道 若是有條件 一定要到現場看 就是不管是什麼樣的話 尤其是抽象化 一定要到現場看 才因為圖片是完全感知不到 這種層層疊疊的 這種情感的這個鋪陳 就像王才勇老師說 他說一層一層的油墨的疊加 不同的顏色 油漆的質感 會讓你想到這個人的行為 背後有多少的情感 像愛恨一樣疊加在一起 就像油墨一樣 他說人的這種錯綜複雜的東西 就適合用這樣的形式來表達 所以這也是我想說的 不可見的一種敘事 就是我們不能夠試圖 去從畫面當中 去找到某種確切的主題 或者說去挖出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故事 所以抽象與疫情也好 奧托巴克解讀北方文藝復興的方法也好 還是說抽象和疫情的這種 藝術觀看方式的這種對立也好 並行也好 都為現當代藝術走出這個困境 獲得新的發展 然後進入到抽象為主 原則的現代藝術 都開闢了一條寬闊的一條道路 所以這個也是 威林戈爾試圖強調的 就是藝術活動當中不僅有疫情 還有抽象 還有抽象 所以 康尼斯基他在他的著作當中也提到 他說客觀物像 它損毀了我的繪畫 就像他看到莫奈的甘草堆 他也說為什麼我覺得 物像消失了 可是恰恰是這樣的一種 物像的消失 讓他的藝術進入到另一種不同的更高度的更加切入人的精神靈魂的這樣的一種創作方式 我想趙老師的話也是同樣如此 那麼既然客觀物消失了我們又該怎麼樣去 我們又該怎麼樣去重拾這樣的一個繪畫到底想表達什麼 所以剛才那個 Jammy Morgan教授正好也在這 他也提到了Mark Toby 我想我們都是知道Mark Toby 而且他自己也是公然地承認 公開地承認 他受到東方藝術的影響 而且這也是一段 一段佳畫 就是他喜愛東方藝術 他說當我在受到 比如說他看到東方水墨畫 在上海 與他的這個中國的朋友交流之後 他說我再看一棵樹時 那棵樹便不再是實心的了 這個大大的改變了他的這個創作的理念 還有他的方法 他說我在東方學到的東西 比我意識到的更多 它是一種全新的方法 我沒有辦法擺脫它 而且我不得不在它消耗我之前吸收它 而採取一種主動出擊的方式 所以它的白色書寫的靈感就出現了 他說東方藝術是我生命裡最大的一個影響力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格林伯格就是二戰以後 美國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 柏林伯格他就一直都非常的排斥 這個東方繪畫 他覺得這是一種女性化的一種氣質 女性化的一種氣質 有一位藝術史 研究亞裔美國藝術史的一個學者 叫做Margot Machida 可能是哪個聽田應該是這樣的 在那個Johnson他們編的亞裔美國人藝術史 1850到1970年的本書裡面 他也寫過相關的文章 Margot Machida在他的一篇文章裡面 他也說過 他說或許就是因為這種所謂的女性化的氣質 所以華裔藝術家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們還能夠參加一些展覽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這種藝術 對於美國主流去世來說沒有什麼威脅性 而且他的沒有威脅性 也還在另一個層面 就是他對當時的美國的一些 比如說工作 工種一些具體的一些工作 他覺得藝術家都是一些沒有什麼重要性的一些職業 就是不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他們才有機會就是開始參加展覽 這是一種說法 一種可笑有可欺 但是也是一個事實 就是他們會覺得女性化是亞洲藝術的一個特征 所以我之前在廣西藝術學院上了 有一門課叫歐美戰後藝術 我講了差不多快十年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講 我來到亞洲藝術中心 貴谷亞洲藝術中心來到舊金山 以及我在做亞裔美國人藝術史的這個課題之後 就是真的是改變了我很大的一個想法 我剛剛還在跟摩根講 我說五 他說你有什麼收穫 我說其中的一個收穫就是 之前我講歐美戰後藝術 我就是老老實實的介紹 柏洛克克萊因馬克托比還有那個 德庫尼還有萊因哈特等等 但是現在我發現它裡面的東方因素 是我之前差不多教學十來年 一直忽略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學生介紹 在美國的華人藝術家 因為我們在國內的藝術史的傳統的 這個主脈絡裡面 他們就是看不見的 他們就是看不見的 只有你來到了這個語境 就來到這個語境 所以我也特別就是感激感恩 歸谷亞洲藝術中心為我們呈現了 這麼多的二十世紀上半夜 包括一直到七八十年代 包括一直到現在 那麼多的華人藝術家的一個 創作的一個樣貌 所以也給我很大的收穫 那我回到這個課題上來 克萊因他也一直強調 他說我沒有受過東方藝術的影響 就是我們之前在看克萊因的作品的時候 也經常會說他有著這種書法性的 這種筆觸什麼的 他自己當然也不承認了 所以有一次我記得六月份的時候 我去LA在俊利美術館 我也看到了克萊因的一幅作品 然後我很多年前 在紐約各大小小博物館 看過很多克萊因的作品 但是我這一次是看得最仔細的 最仔細的就是 因為對於抽象揮畫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理解 不成熟的理解 後來我還跟張天老師 我們是線上的匯報 線上匯報我也跟張老師講 我說說實話 克萊因他不承認他受到東方藝術影響 說實話我覺得 我還不覺得他真的跟東方藝術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因為大家可不要覺得 只要是黑白的就一定跟書法有關係 只要是黑白的表現就一定是受到書法的影響 其實這說實話就是毫無氣韵可言 就是我們隨便找一部趙老師的作品 就是華原畫家的這種抽象畫 都不是這種生硬的東西 所以真的要去看細節 他還真沒有摸到一點這個東方藝術的這種精髓 或者說吸收到這樣的一些營養 還真沒有 可是你看 Marc Tobi的作品就不一樣 當然我們在這裡說沒有高下優劣之分 我們絕對不是這麼說 因為藝術是我們講 他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求一個就是公平 或者說客觀吧 客觀 所以Tobi的作品你看 它是一種更加虛的 更加虛的 然後甚至 作品可能還更加 就是柔的一種調子 這種調子真的就是融化在 或者說刻在他骨子裡的 這樣的一種創作 當然波洛克有沒有直接受到 東方藝術的影響 我想各種各樣的證據也好 他參展也好 跟藝術家的往來也好 包括他跟Tobi之間也是有往來的 我想這些我們就不過多地去敘述 不去展開談 不去展開談 所以東西方的藝術的交會 包括這種 哪怕是直接的間接的碰撞 我想在今天都是一個 不再全新的一個話題 就像趙無吉過世之後 也有策展員把他和這個 這個德庫寧的作品一起展覽 他們覺得甚至他們 有沒有直接的聯繫 關聯都不重要 他說我們可以創造兩者的聯繫 他們可能從來沒有相遇過 但是卻想要創 源於我們想要創造出一種 對話與溝通的願望 他說其中的一位是荷蘭傳統 有著非常傳統的教育背景 到了美國 然後到美國 而另一位呢 他是有著悠久的中國藝術傳統 去了歐洲 這兩位藝術家到最後殊途同歸 他們都衝破了這種展禮 打破傳統 然後走入到抽象藝術的這個 深入到抽象藝術的力量當中 最意料的是 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放在一起 展覽效果 效果非常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嘗試 比較有趣的嘗試 所以這個是萊茵哈特 他也從莫奈的這個 這個主題當中 抽離出來 抽離出來 然後變成一種 純粹抽象的一種實踐 藝術家 藝術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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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 藝術家 藝術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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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藝術家藝術家 这么一个人 所以 尽管他经常被归入 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列 但他一再 弄弄自己的作品 也挑战了抽象表现主义者 他们在 个人表达中的追求 所以波洛克的艺术 我想当然 格林伯格是非常喜欢了 他觉得他代表着一种美国的 精神一种美国的男性的文化 激进的或者说 阳刚的跟东方的 这个不一样 但是我们其实谁都知道 波洛克在非常强烈的通过 画面通过作品去表达 他个人的 一种个性 他的personality 等等他个人的东西 是刚好契合了 美国在二战以后 他需要promote 某种美国的精神 需要把这种东西展现出来的一种 其实是非常有明确的目的的 但是来一下 不是这样认为 他想要从他的绘画当中 反而是把自我消 消引掉 把他的主题和意义都消除掉 让他们变成一种绝对的视觉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举了一幅 这个北方文艺复兴的这个作品 作为一个 他真的是有类似的这个感觉 就是东方人作为中心 宇宙的中心 作为一个全球化艺术的中心 销唯一种平行式的思维 人们不断 世界和平等 所以他说艺术的领域是医术领域的 一个展览 就是咱们湾区的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艺术家Sam Francis 他的作品 然后我后面 诞成多少年 我也得忘了 是一个纪念性的展览 当时正好被我碰到了 这个展览 其实有很多很多 关于他受到日本艺术的 一个影响 有几个脸肘 还有书法 还有这个屏风等等 却没有依附中国的绘画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去搜 他跟丁雄泉 其实有非常深厚的 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焦虑 但是在这个展览当中 把他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 却悄悄的就 作为一个 就是对于这些是非常敏感 所以我会去问为什么 我们要以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 一种并不客观的一种方式 我说的都是很 所以我觉得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现象来看待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前段时间正好也在看一个视频讲到台湾现代艺术的一个先驱李中生 李中生先生他提到的论现代绘画 他说现代绘画的语言 其实更需要用一种暗示的 或者象征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形象世界的方式去表达 他说 当然他也提到当代艺术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是抽象 一个是到现在还是用了抽象 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他也提到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视觉 那么那个肖琼瑞教授也提到 他说在抽象画当中 其实内在的形象 其实是最接近内在真实的 所以我们在看不管是赵卫良老师的话 还是其他的 为了唐还是张大谦等等 这些抽象画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就是只有扎根在传统 只有 待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赵老师的那个写实的绘画 大家也在册子里面也提前看到了 就是根扎的月深 他的枝叶就有多茂盛 所有的抽象绘画 他都不是无根的扶贫 所以他都是经过一种生活的淬炼 沉淀下来的 所以他是一种入室的 就是肖琼瑞他说他是一种入室的 我想我也能也是能够能够理解 这句话我忘记是谁说的 我忘记是谁说的 也许是李仲生 但是我不太确定 我当时记笔记的时候 我忘记写来源了 那他说抽象太的祖师爷康宁斯基 他又是怎样的异类呢 意思是他难道真的是个异类吗 他说以前我看北方昆曲剧团演出 在这个百纳一当中 我也能够感受到 康宁斯基的这种艺术感受 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这里的想法 也非常的不成熟 大家也不要借鉴 只是我个人非常浅薄的一点认知 我觉得就是西方的艺术家 对于东方哲似的这种挖掘 还有资源的这种运用 他其实和华人画家这种生在罗马 内化在骨子里面的这种文化的血脉 他们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当然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富兰兹克莱因 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了 强烈个人意识表达的波洛克的作品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华人艺术的这个抽象的创作 它真的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一种内在的魅力 内在的内生的这样的一种 更加细腻的一种美 这种美它可以是出世 但它也可以是非常入世的 所以这个图太小了 不好意思 没有意识到这个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我前段时间做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只是非常不需要任何技术的 就是把这个我所关注的 从1921年最开始 朱元旨开始到2003年 当然这个表还没有做完 我只是试图想要去呈现 所有的华人艺术家 尤其是最后留在美国的 防美可能不包括 就是从朱元旨 陈银皮 曾景文 杨领福 张书奇 陈其官 曾又何 后北人 所有这些 上面这一部分是西海岸的 当然美国不能简单的以东西来分 我只是想看一下 如果我按照年代 一个点就是一年 如果按照年代 如果按照东西海岸 大体的这个地理环境来分 我想看看是 下面是东海岸 当然以纽约 波士顿为主 上面是以旧金山 洛杉矶为主 还有西雅图等等 就是我想看到他们移民 华人艺术家来到美国 移民的这个密度 他们的这个时间 时间段 还有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那目前来看 虽然这个表没有做完 也不一定很准确 我们可以看到西海岸 还是稍微多一点的 当然东海岸可能因为关注的少 有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列进去 所以而且我也可以很明晰的看到 就是有哪几年是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 或者说一个稀疏的一个状态 可以明显看到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从大陆来到美国 几乎是很几乎是没有的 就像刘长汉老师在他的讲座里面也提到 他说那这个特殊的时期 大陆是没有艺术家来到美国的 所以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在李耀忠医生那里拍到的 这个Juan Wei的 这个魏勒唐的这个材料里面 有一些话也很有意思 这个魏勒唐他在写给见人的一封信里面 他也会讲到 他在美国的一个落地生根的一个过程 他说如果我的知名度一打开 油画自然会更进 但是我也要让博物馆的负责人看到 我创作油画是融合中国书法的精神为主的 这个是第一步 非常细致的在考虑 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拓展我的 那个艺术的大家对我的认知也好 他也提到了一个很委屈的事情 他说台湾对于大陆 台湾对于西洋飞雾抽象画 也就是没有主题的抽象画 他们毫无信心 他说就连林天明他也讲抽象画 就是刷来刷去 大家都能刷 台湾画家多的是 这个就是他在信里面提到 所以真的是看了觉得又可笑又可笑 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都能刷 我想在今天可能都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这个是五月份六月份 我跟刘昌汉老师在微信上联系 他跟我发的几段话当中的其中的一段 他也提到 他说我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我就post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他说90年代初我和郑升天老师一起编了名录 他是我敬重的好友 那么上世纪因为各种历史因由大量的画家来到海外生活 在一项中奋斗 海外是这群艺术工作者安身立民所在 和今天的来到海外短期取经或者展览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想大家都是认可的 我们也很清楚 这样的一个奋斗的历程和今天 来到美国度金也好 短暂的这个获得关注也好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段旅程 所以这才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魅力所在 他说那么很多人终于获得关注 少部分终于获得关注 但是大部分被时代遗忘 值得国内进行重新挖掘和整理 抽象化源于欧洲 冷战时期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成为 和这个另一个世界 他们共产世界社会写实抗衡的一个新的艺术形态 抽象艺术至今都没有 至今从来没有在中国化谈占有主导地位 其中的主客观因素值得探讨 他说很高兴你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门 但是我想就是来的这差不多十来个月 在旧金山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就是切身地能够感受到 这样的一种在异乡 艺术文化认知精神 家园的一种寻求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和一种内在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们讲东西方艺术的融合 其实这个话题肯定是讲不完 所以我想又回到就是上次来 正好也拿到了就是梦光时代这一本 赵恩老师 还有龚老师编的这本文献集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然后我基本上每一篇文章都认真的 这个阅读了 每一张画每一页我都看了 然后说实话 在读到这本书 或者说在接到这个课题 就做这个presentation之前 我真的对这一段历史是忽略的 也不太注意的 但是突然间发现在一个美术教育相对 几乎已经快真空的时代 有这么一位重要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艺术家培养了上海的这么一大批 就是具有一种很强烈的 现代艺术开拓精神的这些艺术家 我觉得打心理眼里敬佩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墨光教授 他在画这些抽象画也好 具象画也好 他的这些艺术的观念 直到今天都影响着他的这些 学生弟子 一直到今天开支战业 包括赵老师来到我们身边 让我们看到这些作品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我说的看不见的叙事 其实也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意思 他把国内的这种在特殊时期 在特殊时期的这种艺术教育的一种成就 用一种新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说是执着 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 赵老师为我们呈现出 打引号的啊 就是所谓的过时的这种抽象画 但是当然我不这样认为 我这抽象画的生命力 恰恰是最 最 就优长的 所以 包括郑波在 老师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 他说我画抽象画 异象画 都是在画自己的心理世界 而且我有时也画具象 但不为具象而具象 我在画一些被现象掩盖着的 看不见的另一个面 所以 包括魏景山也说要画好油画 孟老师说要先把素描技术打好 还有陈川回忆的这个 他说陈一飞 夏宝园 魏景山不仅是梦光的学生 而且是他们的沙龙的常客 先生的客厅 对吧 当年还有赵卫良 吴建都是孟老师圈内的人 他的弟子 他对上海艺术运动的影响力 是无人能及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我想就是从另一个面向 我也能够看到当年上海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种 一种教育的一种余晖 仍然就是照到了这个金门大桥 所以也是让我非常的感慨 赵卫良老师也甚至把孟光先生 带领他们艺术探索的这个 把它形容成一个诺亚方舟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形象 他说孟老师是一位 有着卓越建树的美术教育家 一个完美人格的艺术家 他的身上承载着太多的沉重的理想和使命 折射了一个时代 迎回曲折的一个路程 所以里面好像也 但这篇文章是谁的 我也忘记引用了 但是他提到 好的 龚老师的 抱歉 那个龚老师他也说 他说写实表现具象抽象 其实没有熟悠熟涅之分 全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时间也会改变他思考观察事物的方式 艺术的感觉也会随之变化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也想说的 就是不管他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不管他过不过时 赵老师上次也 赵文杨老师也跟我们讲过 他说 我很清楚 抽象画是已经过时了的 对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五六十年代 美国的这个艺术的一个主流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令人感动 也就是我不要去追随某一个潮流 我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 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 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创作艺术作品 一定要随着市场的大流 所以我觉得 龚老师在这里 总结了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到位 所以 孟光老师的作品 我也从画册里面看到 他的具象非常的感人 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他从具象当中抽离出来 他的抽象其实同样的具有一种 独特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品格 所以我想起了高美庆 在亚裔美国人艺术史里面 他提过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当我们研究美国的华人艺术家 一定要弄清楚 华人画家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祖国 又是什么样的艺术志向 促使他们在异国寻求不确定的未来 他们在美国艺术史上当中 取得哪些成就 又经历了哪些失败 此外 他会不会因为新的艺术文化环境 有所发展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 看法如何 对美国的多 文化的多元性 复杂性又有什么样的贡献 最后他们怎么样在 中国和美国的艺术史上 找到一席之地 所以我觉得这些连环的发问 不仅仅是 艺术家他们所带给我们的 更多的是值得我们要 至少对于我来说 是值得继续追寻的一些答案 所以最后呢 当然这是前面当然都是做铺垫 我最重要的就是觉得 我不敢说对话 我当然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和感受的心态去看待 赵梁老师的艺术作品 所以我把画替代成了画 因为我觉得我唯有 就是面对作品 才是我真实的感受 所以我个人的感受 当然是非常的 不代表所有人的 就是我觉得赵梁老师的话 他和赵五级的作品一样 他有很多的这种 一和两岸式的构图 当然不是泥赞的那种传统的 一和两岸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 一种很有趣的一些并质 冷暖或者说冷暖 或者说抽象和具象的 这种有趣的一种对比 它不是一种满幅的延展性的 而是这种一和两岸般的构图 所以上周听了书馆长说 抽象绘画像韭菜 歌不怕 怕不歌 还有 歌不怕 怕不歌 对 歌不怕 不怕歌 不怕歌 对 怕不歌 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觉得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所以赵老师的这个作品里面 我觉得是就是东方和或者说中国艺术家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韵 底韵这种感受力 还有色彩的这种敏锐 还有这种感受等等 它是和这种西方的绘画 它是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不管是要去找寻这种笔触的有趣味 还是找寻这种色彩的对比 微妙或者说你要找到这种基底感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结构的形成 气韵的生成等等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心里的一种感受方式 绝对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式的 所以我觉得我这里说的估计它并不悲惨 我们只是说刚才说抽象创作 它其实就是一条孤独的路子 它是一条孤独的路子 因为它已经是out of date 但是恰恰就是有这么一群艺术家 他们敢于在别人还不想做 和别人已经不想做的这种情况下 他还在坚守自己 那么这种我觉得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以他能够在这个作品当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圆满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感受的 就是所以我只是随便挑了这三幅 但是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 就是赵老师的作品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 就是不管你从作品当中去找寻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气韵 笔触 构图 色彩 它永远都是那么的微妙 然后呢 就像我们说的歌不怕 怕不歌 一样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有 都有讲不尽的故事 都有道不尽的这样的一种声音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这个课题 或者说看赵老师的话 我觉得越来越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 就是不管你从东方的这种思想 你从尼赞一和两岸是从赵无极的这种抽象创作的方式等等 你永远都不会失望 所以我觉得我不敢说做什么品评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另外我们大家都看到 其实早期赵老师的写实的具象的绘画 是非常的感人的 我们不管它在哪里收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题 它如果要做主题性的创作 不管是这种宏大的历史题材 还是小到像穆兰迪这种生活当中 小的不能再小的这样的一种进物 不管说像穆系的这个六世图 还是说穆兰迪的这个瓶瓶罐罐 还是说这种非常常见的 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的细节 我想它都是能够把握的非常的圆满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两只小小的螃蟹 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食材 但是我觉得就是都能够在它的笔下 焕发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光彩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简单的 这样的一种 就像看到我突然间想到穆兰迪的作品 当然只是个人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都能够给人带来一种触动 就是从历史到生活 从一种出世到入世等等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最后我耽误大家很多时间 最后其实我也自己的一种感受 当然如果要例举这个具象抽象化 这种东西融合 怎么样我想是讲不完的 不管是赵极吴大宇吴冠中梦光 还是说张大千 还是曾锦文 还是许多的华人画家 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去纠缠中西 就像吴冠中说的 他说风格是作者的背影 自己看不见 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有感触 我想赵老师一直也不会说 我来导读我的作品 你们怎么看我的作品 我想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我负责创作 你们自己负责感受 另外最后我想说的是 其实在艺术史书写的这个时代 艺术它其实远远不止东和西 因为真正的艺术世界 我想它不是一个东西 除了东西 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文化也好 面相也好 都是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的 远远都没有我们今天看到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抽象艺术 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还有很多的东西还可以继续挖 从来都不是一个过时的画种 或者说一种创作方式 一种创作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希望在座各位多多提出批评 非常不成熟的地方 也请大家见谅 谢谢 这是抛砖引力 我们下面请上海的 我不知道董先生能不能在屏幕上看不见 因为他那里连不上Zoom 所以我们临时用这个办法 请董先生给我们讲 董元表先生 看得到 然后在大洋两难能够这样搞一个对话 我感到很有趣 前天我们也上海也组织了一个 上海抽象化会的一个战略 其中也有赵先生的作用 我先把恩财那个大博士 把那个从非说时的乔中 我们进行为他手里 我觉得是因为记得清楚 你说 要脉络稍微讲此 我不会讲得多 应该说三文抽象 是开了中国抽象的宪客 那么最早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源头上讲 所谓的力源 所谓的源头就是 三十年代的旧男生 从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 这个源头 是我们中国抽象的前途 然后当中隔离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 就到了修制年代的时候 这个特殊的年代开始的时候 就是主要是有五大比 他所谓的就是抽象技术的追究 但是他不是很明确的 说我先是高抽象 但是他的影响 对后代的影响 主要是他后期的抽象技术 他是从 我们这个可能这个情况 在国外也比较多 但是在国内几乎所有的 现时当下的抽象技术家 都是从举止 从举想转变而来 没有五大于严分之外 他其实是说一个开上生 他其实也是从 他也是在 他把我全都决定了以后 他的综合就是一种表现性的性格 但是后来到国内几乎 他考的是 事与不是事与不事之间的一种 关键的这种表现 然后后期他就追求一种方式 所以说事项追求一种 那么他从慢慢的从 半抽象走到抽象 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是后 就够好期待的 这个 从国抽象花样 也都带走这条路 但是 从 说的发展脉络来讲 上海的抽象技术 活在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是 从 关键上受到影响的 但是他们真正投入到 这个抽象运动 他是从 跟巴鲁 美术思潮 就都不开了 出国家是自己的 因为 到了巴鲁 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西方的艺术思潮 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 进入到中国 这个时候就是 中国的艺术家 有自己的选择 那么 以后一部分人就抽红 出现艺术不入手 那么 当然也受到 不大有些人的影响 但是 主要的确实 究竟是当代艺术 是当代艺术 是当代艺术思潮 对中文的影响 那么 然后 到了九十年代末的开始 就是抽象运动 又跟 当代艺术 中国的当代艺术 有活力 就是我们 更是分得到 所以 在中国 往往不把 那个抽象运动 归入 那个当代艺术的 那个繁殖 而当代艺术 你搞 辜负的 你搞 拖在当代艺术的 他们也不愿意 他们 去翻的 就说 你们是搞特整的 我们是搞当代 这是一个脉络 然后到了现在 当下 抽象艺术 这主流艺术 就是平行的 或者是 平质的 这样一个地位 但是 就像一说 更 个人化 更 次数化 或者说是 更边缘化 我们说 那时候 中国人现在 主流艺术师 当然是 以现实 影响了 对主题 这种 各很久 是主题性的 文学叙事 而且 手术 本身 有 主题 我看 抽象艺术 它是有 经常所处的位置 是比较 或者我们说是 其境边缘 但是 还是一股 很大的 一个群体 我看 抽象艺术 所以 不容易 首先是 它的 原 它的 本节的 不容易 当然 我当时 我当时听了 那个 那个 受量艺术师 从 那个 抗云师 开始 接受到 抽标的 这个 博洛克 这个 神尊 约理事 他们当时是 做一个 现代 现代 美术 开始 一百多年 当时 就开始 他们就 演变 实际上 也 代表了 我们中国的 现在 当下 的 一种 创作 这种 创作 已经 就是 首先 电影的语言 风格 要大大的 对 主题的 或者是 文学性的 就是 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就说是 虚主题 虚文学 虚实 刚才讲的是 看不见的虚实 当然 看不见的虚实 当然 也是一种虚实 人生的虚实 不是一种 文学 不是一种 主题的虚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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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中原艺术 这个极清 艺术的 本质 第二就是 我们说 中原艺术的 外拓 这个外拓 是有两种 一种是他 中原艺术本身 技术的 从风的语言上 他有没有 更大的一个 发展评定 只有我感到 当天那个 我也是 演讲了很久 觉得是 只要艺术存在 那就会发展 那么当然 保护 人生是一种 外拓 才一种外拓 是社会 技术度的外拓 就是 整个的 社会院 对你 这个 中原艺术的 一种审美的 需求 只有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更大的功夫 发展 那这个是 在十多年以前 我还是 比较乐观 那么后来 就比较 甚深的乐观 那现在可能 就是 我们需要 就会 那才当下来 在我们的 主流功能 发展到 中国的 那 大家看 这些 发展 来 就 中原艺术 在 民间 涌动 则在 社会面的 默默的 对他 有种需求 这个表现的 方式 什么意义啊 他不得 这种 发展 其实 也在 在 亚洲 的 上面 到 亚洲 接着 到 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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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老大 处 但是 在 民间 在整个的 社会面 还是 对 求量 艺术 有的 原来 一个大的 接受度 但是 我感到 这个 时间点 可能会要 再从前面 照外移一下 我们需要 有一个 我经常说 就是要有个 比常人 更不容易的 一种耐心 那么 现在是 慢慢再接受了 其实我们的 空间会越来越大 但是需要耐心 需要我们的 更多的努力 所以说 在刚刚讲的 所谓的 本期间 发生什么样 就是我刚刚 我感觉 可以结合 赵先生的 那个作品 因为赵先生的作品 赵先生因为很早 就到 美国去了 但是 并国内 也有很多 我认为 他从他的 那个 从他的 整个 这个艺术观念的 转变 到 达到 那些 今天 所有的 具有的 程度 他成就 这种结束 有几个原因 其中 跟上海 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也有不同 因为我感到 这个 中央艺术在中国 还有三个特征 他第一个特征 是大城市的文化 而且从中国来说 也就是上海 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 摩都的 抽象 这个 这个苏联 这个高度 这个 应该是首屈 是 另外 北京 南京 杭州 广州 这 有 抽象的 事情 但 更 二类三类的城市 可能就 就定前 所以我 我感觉 他是一个 因为大城市 是有 他的 文脉 有他的 心血量 的传统 这 是 基本的 因为 我就感到 他必须是一个 具有 文化 和 十六米其店 这样的 但是 说起来 是 他 继续 在那里面 进去 但是 他 就要 他们在 成绩上 里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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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 一种 那么 其中 一种 必须 具象要 具象要 具备 这样的 一种 修养 修养 第二种 策略 比如 一些 现实的 文化 具象的 就更 注重于 技术 当然 他也有 他 的 精神 对 但是 对于 具象 技术 就 更 特 特 第三点 就是 必须要 有 国际 艺术 的 实力 那么 第三 是 九十年多 也是 但是 你 当然 这是 达 神 是 最后 但是 再多 类似 我还是 很严重 那么 而我感到 那个 奥学生的 那个 那个 他本身 内在的 那个 就 结束了 这个 三个 三个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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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 的原因 跟主 关 的原因 的原因 所以说到 刚刚 讲的 那个 所谓的 中期 纪纪约 或者 短期约约 我也很同意 这个 刚才那个 博士老师的 那个一些 啊 这个观点 你说 实际上这个 我们 这个体积 可以用的 管理 实际上是 可以用的 就是说 你东西 用的 是 不用的 我们周围的 中国的 一层 权 他这个体积 就是中国 你 你知道 我说 你 你按照 那个 做一个 中国人 你的话 你 自然而然 会 流入村 的文化 及天真 审美 这个 东方这个人 就是自然而然 在 之前 一次的 但是 车厢是一个 西方的 艺术园 我们完全全是 西方的 进来 一个 艺术园 那么 你 什么样 叫我 他 这个 艺术园 所以 我之间 就是 超 有 中心 我们的 成 成 私 我们的 这 有 其他 都是 我们的 其他 有 我们的 人 有 这 我们的 我 就 我 做 我 我 想 让 那个造型人员作品,他是很非常从前一世到处欢喜生, 到那些可以的进去,就会在一起,这么做。 这个图书画,这个图书画是当下的中国艺术, 中国的受缘力,是最大的一种, 那刚才讲的康宏际人员,那个是我在内在的叙述, 我感觉是,康宏际讲的怎么理解他, 我感觉是一样的一样, 这种内心叙述,这基本上的东西, 是要把它形成一种,从内经需求变, 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一种精神性的一种语言, 然后形成这个别人的功语。 这个就是,我感觉这个是赵先生的这个, 他的艺术最终的这件事。 那么当然是,我不说无形, 连累公子说,挺有达美而不严, 所谓的不严不是不说话, 所谓的大行,大像无形, 所谓的无形也不是这个形成, 而是要把形式捡入到最低限, 而且要把这个形式作为一种内在精神的一个表述, 而是要把形式作为一种, 而不是要把形式作为一种, 而不是要把形式作为一种。 但是, 绝对也不是最重要。 那么现在我从那个, 邵先生那里面, 他觉得我根本不提交什么, 要表述什么东西, 可能我不经历了什么东西。 但他可以表述,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质, 可以用油材也可以用, 造成水魔的那种运规也可以, 他从那个搞一些动作材料也可以, 但是只要是能够表达内心的语言。 这是我感觉他能够很好的, 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感到我们在中国人, 有很多新东西, 啊, 拍摄他们都是去来, 来废设计。 这个就是一个, 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是谁。 但是一种本, 就是他, 就他那里, 从文学的叙事也好, 有些东西也好, 都是主题的东西。 所以达到这个, 多的一面, 就是对医生的理解而欢欣, 以及对精神上的一种叙事, 有一个共鸣的, 一个通道。 那么我们其实, 欣赏者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神为和一个修演, 的一面。 然后再能够找到, 跟那个作品的一面。 所以我们感到, 生下历史家, 好的生下历史家, 都是很孤独。 那个呢, 吴大宇一直到此, 没有几个关系, 没有几个懂他的。 他是很孤独。 但是现在, 探上一下, 所有的艺术家, 所有的超级艺术家, 也是很孤独。 嗯, 就是这个艺术家, 要造成一个局面, 还要作为一个明星,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嗯, 但是我感到, 赵先生也是这样, 一个很孤独, 但是也是很孤独, 就是在更云的。 有的时候几乎不求收获, 但是就是一种理性的学生, 就是一个最可贵。 所以我感到现在, 从我们这个, 从我们这个, 呃, 主流也好, 非主流也好, 今世之间, 我们还在这个,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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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并有这个,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 之所以在上海以后, 大比方在中国以后, 有很多, 对, 从这个技术的桥子来讲, 他们是这样, 两条道, 跟那个巨匠的, 那些巨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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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完整, 因为它更孤独, 但是也更可贵, 因为, 有这样的, 一种独立的经济,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所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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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那个, 呃, 大学人, 和聪明一个小朋友, 也就是因为, 在这一世上, 可能有个, 那些巨匠的, 我们呢, 呃, 呃, 找到那个, 那个, 这个, 呃, 呃, 那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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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全特别, 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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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带我 帮你抽签 他就会很清楚 除了我看到这个抽签历史的探索 就是说本身在这 它是一个不会永远不过失的一个 这样子 好 我就想知道你们听得清楚 清楚 我也就是很提醒 因为昨天你们 孙老师说 要 要 要 我也 应该一起教育 讲的方法 请大家安做 好 谢谢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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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清楚 连上了 这个电影没有了 可今没上 没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那个孔老师 谢谢孔老师 那个 下面我们请那个 祝福的美术史家 孔牧生教授 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我就在这里讲 大概多少时间 随便讲 随便讲 不好意思 我少讲 你多讲 谢谢苏管长 还有 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 听众 那我就 因为 已经无脸了 那我就 因为 已经 无脸了 那我就 因为 已经 无脸了 所以 尽量 就是 讲短一点的 谈到这个抽象里 抽象画 我可以说 从历史上来讲 它是 世界上 历史最长的一种艺术 那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 从 实际时代 就已经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艺术 那 这些艺术呢 都是 非常 很像的 那 这些艺术呢 都是 非常 很像的 那 这些艺术呢 都是 非常 很像的 好 那么 这个抽象画 抽象艺术的历史 这么长呢 那 它有很长 很多的演变过程 演变过程 早期呢 似乎都是 有象征念的 象征念的 像 举一个例子 这样 这个 青铜器时代的陶贴文 那个 陶贴文 还有 人云居文 都有象征念的 那 都是抽象的 那 这些抽象的艺术呢 一直在 历史上 一直 流传下来 尤其在很多 人住民 像 美国的 人住民的艺术 台湾 人住民的艺术 还有 大陆 云南 贵州 这些 人住民的艺术 那么 在 中国 对这个抽象 因为 艺术 从象征到表现的 这个 这个 过程呢 这个 过程呢 也是 也是 在 中国 有有 长的 发展 过程 那么 最 重要的 一个 要 把握的 就是 书画 中国的书画 中国的书画 对这个 会画 抽象 会画的 这个 抽象性 有很大的 帮助 那 像 像 这个 我们都知道 吴道子 他的 话 我看 这个 后人的 云模的 密气 非常之大 他 这个 以言 按照 这个 历史上的 资料来讲 他是 在 一个 聚会的时候 看到 公孙大王 跳舞 然后 看到 这个 黑文 舞剑 然后 看到 张序 草书 他 就 误会到 真正 要 画的 境界 所以 他的 画 就是 拗掠了 当时 很多的 画家 那 就是 所以 画 呢 中国的 画 这 借用的 很多 不同的 技术 歌 声 跳舞 还有 舞剑 还有 草书 等等的 把它 带进去 形成 一个 所谓 中国画的 抽象力量 所以 这个 抽象 呢 在 中国画 里面 它 是 一种 力量 一种 韵力 所以 那个 所谓 六法 最 高的 印度 就是 启印生动 那 这个 就是 中国 的 这个 书法 在 绘画 里面 形成 的 一种 所谓 抽象内 那 这个 影响 影响 到 这个 所谓 协议 判 很多 的 画家 呢 像 问 张涛 它 要 画 它 怎么 画 它 要 先 说 醉 酒 然后 像 跳舞 一样 跳起 然后 用 墨 刷 然后 有时候 呢 它 都 用 它的 画 集 样 三墨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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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直 连续 到 这个 现代 这个 所谓 演义 派 都 在 重 视 这个 画 里面 的 韻 力 这个 抽象 意味 那么 中国 的 这种 画 里面 的 抽象 的 韻 力 啊 当然 就是 会 否定 那个 很 写 实 的 意味 写 实 的 意味 啊 常常 是 到底 是 好 还是 不 好 很 难 讲 喜欢 公主 的 还 都 不 喜欢 这个 嫌疑 的 喜欢 嫌疑 的 当然 不 喜欢 公主 的 那 这个 中国 的 这种 艺术 这种 画 呢 就是 到了 这个 二十世纪 初 还 直 现 这 十九世纪 后 期 啊 已经 开始 啊 开始 影响 到 所谓 印象 派 您 看 某 简 我 都 要 游 下 游 出 很多 笔 触 这个 笔 触呢 就是 从 中国 朱 法里面 因为他很喜欢中国画 当时巴黎已经在收集中国画 所以他就把这个书法的这个笔触 这个定义就想说 哎呀怎么用 每一个画家都一样 看到新的东西就会想办法 我喜欢这个 那我能不能用 那一定叫就是我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他就发展出了一个所谓印象派 然后到了后印象派 往那个曼购 他的那个疯狂的底线 也是从这个中国的书法里面 这个体验到的 然后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初 所以他就把这个草修的这个 印象派这种线条啊 用在他的画里面 但是他不是用黑板 他不是用黄墨 他用很多不同颜色 所以他研究的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兴趣 就是他本来是学交响乐 所以把交响乐跟跟我住法 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这个创作 所以他就是这样 创造金字符的 所谓冲向小片派 那这个当然当时啊 因为这个才开始 所以他的名气一下就 升高很多很多人 在学习他 一直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很多他就是在学这个 开始化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就扩展到巴黎啊 这个纽约啊 甚至到台湾 台湾的纽约画会啊 那这个都是在走这个秋山之路 下路是台北跟山 那这个是可见的 抽象画家呢 大概有往中心七十年 几乎都是在画抽象画 那这个是可见的 抽象画在现代的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有多重要 那这个一继续发展 当然就是在全世界 很多的抽象画家 那每一个画家都想要找出自己的这个路子 这个难不难 对某些人来讲是没有 但是对某些人来讲 就是自由的空间很大 空间很大 那现在有几道了 二十世纪末期的后期这个时候 所谓后现代 那就是抽象画的空间更大 但是对画家来讲 就是一个困难的 细节化的时代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现在这么多人都在画抽象画 我要怎么画 我要怎么走 那画的出来 画的好不好 但是你说 就是很难啊 那我自己也画抽象画 但是我不知道 正好还是过好 但是最重要就是 这个抽象画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空间呢 它是自由开放 自由开放 你要认为你要不要画 这是自己的一定 你能不能成名 这个不是重要 最重要就是 你认为你高不高兴 因为这个可以做抽象画 因为这个可以做抽象画 它的空间 它的这个方向 是要做抽象画 你也要看你的目的 也是要赚钱 要卖 才是 不是 如果你要赚钱 要卖 要维持生活 然后 你就要做 你就要做 专属性 有 设计性 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要怎么样呢 要设计性 要先去学设计 然后用的颜色 要比较亮丽 那整部画的感觉呢 要温顺 要比较温和的 那这个就是 很多画家 他可以在这个 艺术市场上 卖的 有市场上 那如果你是说 我不是要卖画 我要表现我自己 那就看你的个性 看你的兴趣 你喜欢音乐 先去听音乐 然后这个音乐呢 你要什么样的音乐 你要这个现代的音乐 那这个音乐 你要强的 那就像那个 加森帕拉 做一种 比较豪犯的 有行动艺术 在里面的 那如果你知道 温和的话 你就可以有 比较传统的 这种颜色画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开放的这个世界了 那么它有没有 这个发展的空间呢 还是有 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 美财 你要选择 美财 你要选择 美财 然后 如果你是 为了 要看 你要创作的方向 很多这样的 后现代的这个 抽象艺术家 就是 讨怪 越怪 那 当然 比如说有人就用 养一只狗 然后训练狗 来画 狗画出来的 诶 真的很抽象 好不好卖 不知道 可以卖 那这个就是说 那这个空间 无限的 无限的 那你要 比如说 你是原来是画 怎么画的 那你现在是想到 怎么抽象画 这个也有很多 可以说 拖墨 拖踩 用脚踏 这个很多 有人拿个 扫把 在地上这样刷刷刷 也很多 在台湾很多 画家这样画 它也可以成名 但是你要卖 上面大概一生卖了一两张 这样可以 定考一点 这样 所以这个我想 就是在想到 抽象画的 抽象艺术的 发展 我想这个是 大家可以思考 如果是 画家 艺术家 要不要可为 要不要可为 写实的呢 当然 我 写实的 问 我呢 还是 画写实的 好吧 写实的 有市场 对 写实的 有市场 写实的话 也还是最重要 是在研究 怎么表现 这个 人物啊 动物啊 或者这个 风景啊 它能够 表现你的感情 这个也是很难的 但是 就是 如果你 画写实 你就有一定的 目的 有一定的 方向 你要创作 可以 知道你要画什么 那抽象呢 你大概不知道 画出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每一个 画家 尤其是 学画的人 要 自己 考虑 考虑 那我今天 这个 时间关系 大家 会讲到 那 请大家 请教 谢谢 谢谢 那个 刘均平 均平啊 那我来 好 好的 好的 我说话 能听到吗 哈利 这声音怎么办 能听到吗 我讲话能听到吗 路老师好 能听到吗 哈利 你那个声音把那个 我讲话能听到吗 喂 喂 能听到吗 我讲话能听到吗 周老师好 周老师好 听到 能听到吗 喂 我听不到 听到很小声好像是 那怎么回事啊 我声音放的最大了 听到很小声 不知道 我声音放最大了 而且我用摄像头的 摄像摄像可以 那怎么回事 怎么听不到了 那我用手机再等一下 是不是需要手机等 需要手机等吗 我看一下 手机也行 我用手机来吧 我用手机试一下 我看我自己找一下账号 脸上我记得听到 在这个店 电脑上 我不知道 我重新找一下 我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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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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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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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机现在 OK 现在能接到吗 可以可以 好的那我用手机讲吧 我用手机 用电脑呈现 两种媒介结合在一起 这挺像我们今天讨论的 抽象化一样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开始 可以吗 可以 好的 高老师好 苏老师 赵老师好 我这个时间原因 我估计你们也时间比较晚了 我 承接着前面几位老师 提到的抽象化的内缘 以外托 这一个课题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在这边 我简要的说两点 第一点 就是 以东方身份 东方 我们这些艺术家 来到海外来到美国 这些抽象的抽象艺术家 我也是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 我发现 他们 他们的抽象 和完全西方的抽象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我刚才认为 他不是一种特别 就是和抽象的 他的本质体系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当然这个 我们从很多作品上 就能看得出来 一个是从赵无奇 朱德琼 我们 也从张大千 包括徐宾 包括赵卫良 梁丽清 包括东部的 现在的一些抽象艺术家 郭真 这些艺术家 我们作品上都能看到 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的 比较明确 我们刚才 也是看到了 苏阿长老师 从历史上 在书里的 不管是从塞尚 到布拉克 到克雷英 布拉克 克里廷 蒙德里安 康内斯基 他们的体系 都是抽象 绘画体系 但是 这两种体系 有完全和本质的不同 我们从今天 赵老师的作品上 就能看到 我们 我也仔细 看了赵老师的 苏管长给我发的 TDF 我当然没现场看 当然一现场看 更精彩 可能看到很多东西 我感觉 这种抽象 和西方的抽象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这里面 尤其我从赵老师的 一些作品 当然早期的 我们更不应该 更能看到 包括 我看苏管长给我发来的 第一幅作品 一个侍女 包括后面 我们看到一些马 还有石窟的 这里面 还是很 带有很多 带有很多 具象的东西 而且 后期是后期的 后期的一些绘画 我们感觉呢 和东方的一些文化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有紧密的联系 所以这个我也是 最近也一直做这个课题 我把这种 从东方过来的这种 既不是完全的具象 也不是西方所认为的抽象 这种形式 我我现在自己也在设立了一种 反正探索 做了一种这个理论体系 我把它成为第三种图像 简称为第三项 我在展开 正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 赵老师的这个艺术 也是我这个研究的范畴 这是我说的 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在赵老师的作品上 我发现了一个 非常有个人风格的图示 我觉得这个图示 值得探索 这个图示就是 我在赵老师 很多作品 我发到了一个一个方块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老师 发现这个问题 赵老师的作品里面 很多作品里面 有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 有的是出现 超现实主义的出现 有的它是一种 半透明的形式 有的它是 它是纯粹的摆在那 甚至有些是作为一个 一个画框的形式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具有赵老师 个人风格的一个 一个图示风格 我觉得这个里面 赵老师我估计 亲身有很多体会 我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我能感觉到 这个图示 它有它的一点的讲究 它的一点来源 我们从美术上 我们能看到 从不管是从那个 中世纪时期的 那个玻璃画 还是从 蒙德里安的一些 这个 对构成的那个方块里面 还有 我们从 现在 很多抽象艺术家的作品 我们都能看到 这个影子 但是 赵老师的这个作品里面 这个方块 我感觉 他的个人风格非常明确 非常强烈 这个 我没有深入的 我深入的探头下去 我等 最近有时间 过来我啥时候 我请教一下 赵老师 我猜一种 你问的方 方的是快快 实际上是 这个世界是方的 所以我把这个方 就是用在我的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 如果没有方 那就不平衡 所有的东西 你呢收不住 所以我呢 用 就半透明的 方法 用在 就是关键的地方 所以出现了 实的方块 也有 虚的方块 比较大 就是你 你讲的 为什么 对 这边呢 你这个证人 也是我的 意识 也是我的 感觉是一个商标 是吧 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 中期的一个标记 最近几年呢 这个标记就消失了 大部分的作品 都在上海 工作室里面 所以这里面呢 又摆脱了 这个 人为的 方的 这个标记 更自由 是这样的 我解释一下 好的 谢谢赵老师 这个 现场 给我解释了 这个 我非常感谢 我还一直在 拉波这个问题 我当时这个方块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这个方块 放在里面 画面很和谐 不管是半透明的 我们能看到后面的一些 带有风景元素的 还是带有在重叠下的 这个抽象的一些色块 还有什么 但是很和谐 尤其我感觉 这个和画框 是一种呼应 画面是很 很和谐 很稳定 这个和蒙德莲 当时他们探索的 这个异曲通工 也是找画面的 一种稳定 我也特别喜欢 你的这个方块 说实话 我特别喜欢 你的这个方块 这个画面的 这种和谐 和稳定 当然这个 具体 您最近创作的 这个个人风格 又转向什么 我这个城市 也在 也没有深入了解 后面 我再仔细探讨 我觉得 我今天 就谈这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 关于东方 抽象的这种形式 二一个是 关于赵老师 这个方块的 这个来源 祝贺赵老师展览 圆满成功 祝贺大家 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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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刘伯斯讲完了是吧 我讲完了 谢谢 你什么时候回来 希望你早点回来 是 是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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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现在有宣众 就问赵老师 前几天就问你 他说 人想问问赵老师 理解他作画中 关于电界线 位置和材料的问题 就是问你 那个画的电界线 位置 你通常 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很难 听得清楚 可以的 很难的 讲清楚 所以刚才各位 理论大的理论家 或者书博士 都是在讲我画面 如何认识我的画面 很重要的理论 所以我也感谢他们的 这次演讲 我的感觉呢 对我自己如何 这个边线的问题 边线的问题 包括材料物质的问题 这都是一个 很难讲清楚 因为我画画的时候 是四方处境 特别是 没有具体的 这种设计 就画了 在画面上 在走向 在看 正像中国的宣纸一样 几千年的老子 都给我们宣纸 如果你画不画的 掌握得好 就是等于宣纸 里面的功能 帮你解决了一大半 但是 他的画家 就是他不懂 他要中西合璧 把宣纸糟蹋得一塌糊 没有中国的这种功能 宣纸的功能 所以我考虑到 我的西方的材料 是怎么来做 所以你画的时候呢 我不管它好跟坏 我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但我好地保留下来 插的呢 有的看看 算是放在那里 所以我把好的坏的 都要放在一起 那这个就有趣了 但是最后呢 我看又不对了 再继续破坏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边界呢 又打破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具体 你如何把这个局面收 那我就用方块 把这个方块呢 把它平衡起来 所以如果你看一看 如果我万一画面没有方块 这幅画怎么办 肯定收不起 没有个平衡呢 但是这里面我就是 用中国的一些这里 是吧 方的世界也好 阴阳关系也好 所以这里面的一种边线呢 就是从简单的画面 往里面伸 是有一定的距离 远近 这里面也就是 刚才像高教授讲的 这种书法的 根本话 从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它的距离 可以吸收好多东西 所以这个边界是无边界的 所以画好画呢 我要从四面角度来看 每个角度对了就对了 而且每一个细节是否对了 是吧 正像当年我十几年以前 画的四十米高的画 没有办法看整体啊 我真的会绝不看 但是我心中有整体 是吧 整个的要灌气 第一 第二 就是每一个细部 我也好看 因为当时 他要我画的颜色好看一点 那我就是 我太冰封了 像像焰火一样 但这个焰火 你乱放也不行 走不起来 所以这个边界问题呢 是这样 我是这样来解释的 还有一个材料问题 材料呢 细化的材料 确实是 如果你用得好 那是很厉害 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画家 早期的都是 从这个造物器跟 作者群 吴大鱼 他们都是从平面 油泡色彩的 没有总和彩的 我们第二代的这些抽象艺术家呢 从改革开放以后 看到世界上面的 一些抽象画 比较有影响的 各国的KIP 他就用K 直接来融化 然后在画面上来搞 但是他的这个物质 又就是有胀利了 有时代进度 就赋予了他的二战的 这种观念 那不仅仅是一个 开的这种材料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没用好 我们的材料还是材料 没有时代性 没有他的内涵 更没有他的杖力 就是表面 表面而已 所以我们中国一些艺术家 到国外的 就是理解了 这些东西 怎么来跟自己合起来 所以我想 我讲的物质呢 就是 还是要慢慢的 去把自己的这个感受 在做画的时候 才能够体现 你不可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每一次画画 都没有草稿 包括试试你的画 我就感觉到 我哪一个点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 那个困境下 你出来了 那就你跟着走 走到那个程度 停下来很重要 往往好多画家 就不知道 他应该 什么时候停下来 是吧 如果你停不下来 你一直画 又画又造 是吧 但是你又有胆量 又画又造 的时候 你又破坏它 是吧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从 写诗的20年 实际上我画了 40年的 将近40年抽象 我20年写诗里面 有我的 基本的 观念 账法 也就是 把它放大而已 是吧 你看看 他的写 写诗的 一些画里面 包括 画得很小的 是吧 这些 流派的画 都是很精细的 每一个局部 就是抽象画 你把它放得很大的画 所以都是很美 所以抽象画 你大气的以后 整个的局部呢 也应该是 很美 看得舒服 是吧 当然里面 要讲清 这个里面的道道 跟个人的经历 都有关系 是吧 所以人家问我 你怎么画抽象画 不是偶然的 是吧 都慢慢的开始 最后呢 因为正好 1988年 1月8号 意外的大伙 把我的 所有的写诗 都搞掉了 是吧 烧掉了 等于是 大伙把我 推一下 抽象 就是美国 给我的抽象 如果我不到美国 我还是像 陈一斌那样 画写诗的 当然 当然 也可以画得 很有味道 而且也可能 赚很多钱 是吧 我的性格 我感觉到 要自由 是吧 美国是更自由 没人管你 吃好 活也好 是吧 所以你说 走上这条路来了 很不容易 是吧 所以我说 我到美国来 一个脚 跪下 还有一个脚 还没站住 总有一天 两个脚都站起来 所以我想 明年我是八十 所以我想 明年八十 我要彻底 站起来 不理了 是吧 把所有的 现在画的 也等于是 我要过了 就像我二十年 画螃蟹也好 什么 一般会把我烧掉 太好了 我都没有今天 但是我说 明年我要把这些画 也基本上也忘记了 我不知道我明年怎么样 对吧 好 那就这样 所以 赵老师 你觉得你第一章 你觉得你 那我说很成熟的 这段话 真的很美 就是在 现在我就运到大陆去了 在 水米不倒的一个 我们的住房里面 九拼府 叫龙蒙石窟 龙蒙石窟 实际上它是半抽象 我它拼起来 三米乘三米 这样的话是 看上去呢 好像是 这个石窟的这种 服教的东西 但是慢慢慢慢的 中间出现了十字架 很奇怪的 而且它 它走用了两次 一次是我家里面着火 正好在一个博物馆展出 第二次画廊又着火 所有的画廊全烧了 很有名的支架 给我把画廊去 这一张画也逃了出来 在另外一个 博物馆展出 没有还过来 但很奇怪 第三次 一个台湾的 一个手上站要 他说我要 跟我运到台湾来 首先要运到他 洛杉矶的一个家里 我把它拼好 坐了很大的车 用过去 但我心里也省 正好这个门 进不进去 那我说算了 我买了 我的感觉我就 算了算了 我说出价也蛮高的 三万美金了 那个时候也有20年以前 我说 我还是不得 我心里想 不用这个钱 他说那用到台湾呢 我说不行 我说不行 所以因为都离开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运回中国 运回中国 这个很奇怪 我买的经济舱 他说你这个 这个经济舱呢 人家什么什么 你收 升级 升到什么 那你钱呢 都灯舱 都灯舱 投灯舱嘛 那就是最好的一个位置给我 我来的时候 这幅画也是我放在身边 也在投灯舱下来 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运气 所以这张画的 命还好啊 我不能省得把它 就第一张出现 哪里也画的 1985年 在上海画的 而且是在上海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上海交通大学 不是没错吗 是一个展厅 展厨 所以这张画 你这个里面 没有 那你出的 我们现在就是 赶在画城里面 对 我的画城里面 其实一份高的 这是赵文杨的 我的一份高 所以这张是第一张 实际上到美国来呢 我还是画写词 画肖像啊什么 所以陈宇 你留下来 所以很多事情 如果没有一次发火啊 我还是画写词 所以很多要命 美国能力还 把我烧掉了 是吧 当然 不是说美国把我烧 这个字 原本 是吧 是意大利人 放火 是吧 因为要拿 拿这个什么 当然现在没有证据 所以这把火烧得 改天烧 晚上烧死了 那惨了 所以他们说 你画画是这样的 很容易 一把火烧起来 我说很惨 全烧光我的写词啊 那个时候我心里 而且我太太正好逃出来 没有逃出来的话 死在人里面了 我跟我儿子出去了 所以他还在家里面 还有一个如美极的 留学生嘛 很惨的 如果 如果人烧在里面的嘛 那是很惨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一把火烧烧 抽一下 跟人的经历 你用名字好 人家水多 但是今天来呢 他们帮我 他们目睹 他也就 他是怎么 上天的这个 残无 所以你也都是 合了 这个电影 有关系 所以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呢 你们应该看我的话 到当年来看 这些话又不一样 现在我们乱讲 你来讲 和您来来来 和您是当年到美国来 可是学乘战画法买过来的 他厉害 高教授你做的 你做的 他讲的清楚 有英文 我这里不需要讲英文 和您 和您你现在说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 放弃了抽象画 因为你是来 抽象画的 我没有放弃抽象画 写实的部分 因为你主要是画写实的了 我现在画写实的 来的时候呢 我带了一点写实的 带了大概一共九张画 都是绍兴啊 苏州啊 上海啊 写生的话 写生的 这个时候 刘海叔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的第一个老师 叫做周中奇 他的太太 叫陈丽君 陈丽君是 陈丽君是 陈均德的妹妹 然后他走了以后 他就叫 叫我父亲啊 不管你多少钱 我这里有 大概 三千块钱的书 这个书都是 刘海叔 当初 刘学从法国带回来 现在都在他手上 你们家里是 医生开院的 你能不能 买下来 因为我教你的儿子 你正没有送我一分钱啊 都是逢年过节 你送一点月饼啊 水果啊 决职啊什么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这个儿子 但是我现在走了 需要一笔钞票 我没钞票了 你们家里能不能 带单档屋下 结果我爸爸就买了 两千块人民币 这个时候 两千块人民币 很厉害了 他一共只有三千块 他要求三千块 但是两千块买了 还有一千块 九州东西 自己解决了 那么当初为什么 再给两千块 没给三千块呢 那这个要怪我妈妈 我妈妈说 我们在共产大革命当中 受了那么多的冲击 全全部拿光 然后再退回来 人都搞得了 头发发白 神志不清楚 都怪了 这个革命运动上面去 这个妈妈在家里发牢骚 我怎么会知道的呢 因为我跟他们睡了一个房间里面 哗哗哗哗睡到大床上 我睡到小床 然后呢 他们在讲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我装过 睡着了 有一次呢 我装过头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时候很小 只有七八岁嘛 我大概十二岁左右 我突然听到他们在讲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谁应该变成造反派 谁应该变成保卫派 谁要保医院的院长 谁要怎么样 讲了很多的问题 他们不想叫我听到 但是我在那里 我就开始打呼了 这么小的小孩怎么会打呼呢 你打呼给他们抓到了 不能讲了 不能讲了 那么后来他叫我站起来 不不不 和他是讲后来的 刘海苏在留下的那一笔书里面 你都看完了吗 你爸爸买了这些书呢 那一笔书我给了我女朋友 哪个女朋友在哪呀 这是上海啊 我就跟他讲 我的爱子不会变的 这些书 是我老师 留下来是海外带回来的 带回来 而且他买给我 我爸爸出了大价钱买的 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不会是假的 我出去读书 两年三年 结束就回来 回来干什么呢 我要改变中国的 翻案 这个都是口说狂言 对吧 其实说一说 请你们现在原谅我 对 口说狂言 那就放了他那里了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拿过来 我的一本日记本 里面是200页 从小孩子的时候 就大概12岁的时候 就记 一直记到26岁走了 能不能去拿回来的 没拿回来 现在还在他这里 赶紧去拿 拿不回来 借呢 借也借不回来 我们要做展览 他不能给你展览 我这个能够找不到 因为没有 那我们登广告吧 那登广告出大事件 我中国不打回事 不不 何大事 他现在就在 你觉得你当时到了美国 你到最近看了美国的 郑州的风向化一下 你自己 在你自己 有什么大的心理上 你曾经有 那我会跟他们 大家都讲实话 很简单的实话 从理念上 就是哲学啊 文学啊 历史啊 都算是我的背景吧 中国来的嘛 五千多年的 差不多六千年的文化了 到这里来 总想要有一点报复 抽象化 我 看到过 但是 怎么会看到的呢 第一次看到的是我 担保我的人呢 他给了我一份杂志 叫做 Art in America Art in America 我看过去 我们这不是乱去 把他乱画 但是我看到一个八家的话 我看到 我当时就流 眼泪都流下来 我根本小孩子 不懂什么叫抽象化 但是他的笔触很厉害 他的身材很简单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Jackson Pollack 我看到Jackson Pollack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厉害 我那个叔叔啊 就是担保我的人呢 担保我的人是以前我爸爸开医院的上海开医院的时候的护士 他的先生 他到了香港 变成难民 台湾也有难民 到香港 都到这个 迁居到加拿大去了 是他们两个人最后担保我的 我看到这个Jackson Pollack 这么好的话 我以前看到 已经不得了了 看到Jackson Pollack 发疯了 我跟我爸爸讲 他们下次来 一定要带我出去 然后刘海说也跟我讲 你小孩子画画的不会画 眼睛到这么厉害 我刘海说就是当初都讲大陆 中国的艺术 是一台沙漠 他说花艷阿腾没有生成的能力 什么叫花艷阿腾我觉得就随便讲一下 就是你是谁 我是谁 你都不认识 你要认识你自己 你就要把你的情感 和你的理想 和你的害怕 胆专心惊 把这个情绪 全部表现出来 让你的自我 产生了 你就是一位艺术家 那我到了这里以后 这个Commedia 这个Academy of Art College 你们都知道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水道 我不讲它是花艷阿腾 因为这个花艷阿腾 华摩德的老师 全部被发掉了 我的老师全部发掉 结果就叫我去做老师 那我去做老师 我还是找我的老师 教我的东西嘛 我还是在教这个老样子的东西 碰到一批新的教授在那里 校长 不是校长 不是细祖论啊 都变成了我的敌人 那我说很简单 我说中国武功高手 就是摆擂台的 我跟你们摆擂台 为什么擂台呢 我说最高级的班 就是Advanced Big Painting Class 还有这个Contemporary Realism 这是我创办的 还有一个是现代抽象 Advanced Abstract Painting 还有三番市的城市写生 每一条街我都写生 我说我去找一个地方 就是大客的地方 就是里面可以坐40个人的 你们把组织全部推到墙壁旁边 当中我在表演 表演谁呢 我就是画给你们看 这个Francis Bacon 这是英国最伟大的画家 而且是最烂的画家 他喜欢赌博 他就是每次到英国的乡下去 赌了坡以后回来 学质都没有了 是这样一个画家 但是我看了他的画 我很感动 我说在中国 我没有机会看到 Jackson Pollard 没看到这个Francis Bacon 为什么在这么崇拜 Jackson Pollard的机会 基础上 我又对这个画家 产生那么大的陷阱 因为我发现 他的用笔 一笔下来 从上到下 或者是从左到右 他用笔的笔数是最长的 没有一个人比他长 连Jackson Pollard都没有他长 因为Jackson Pollard都是幅线 他是直线 所以说我想如果这两个画家 并起来 如果是猴林的话 那我是世界上第一 我在大陆没这个口气 在美国我什么都敢做 我就什么不敢做 不敢犯罪 为什么不敢犯罪 因为反而是美国的罪行 它出来的罪行就是要你的钞票 我就是没钞票 所以说我敢犯罪 就这么回事 什么坏事我都不做 什么好事我也不做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和坏的 这个就是两个党派决定的 要么是民主党 要么是共和党 我都不是 我太太还是民主党 她今天跟我讲 她说下次选举 就这次选举 她要变共和党 我说你去变吧 随便什么党 万变不入其中 你们美国就是要钞票 好 你先别说美国 你觉得赵先生的这个话 你觉得这个 他第一张话这个很感动 画得很好 因为从画的角度来讲 一个方块只要有四条边 它就是一双窗门 如果是一双窗门 那么整个西洋油画 就是在一双窗门开始的 窗门为里面外面 看得见也好 看不见也好 最后构存的这个空间 就是一幅画 但是在画抽象画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的理念已经进步了 不是单单的画一张画 就是一个picture 我在读这个抽象拍的时候 你如果是一张picture 它这个就是insult 什么叫insult 就是说就是诅咒 你再画一张图画 你不再创造生命 就是跟你这样讲的 我的老师都是英国来的 英国留学生 全部被发爱掉了嘛 我还是用这个办法 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呢 因为你画一个picture 就是一样画葫芦 你只不过大大小小比例改变一下而已 色彩交换一下而已 选择你的造型而已 都可以改变 都在变化当中 这个变化都是表面的 但是你要创造生命 什么叫生命啊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是谁你都不认识 你怎么样会感动你的观众呢 不可能感动 所以说我就问到了 刘海人当初叫我走啊 我说走了有道理 我当初没有 当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啊 我记得我爸爸在飞机场 红桥飞机场 走了大早时候 他穿了一个毛主席的衣服啊 还戴了毛主席的八脚帽啊 跟我讲走吧 他推我两次 叫我走 我就在这里跑到某这里 我还叫得很响啊 三年回来改变中国 哈哈哈哈 我乱讲 不懂事的啊 所以说到了这里以后啊 这里羽人码头 山盘市的羽人码头 我看到人家画一张画 是一块八毛七一张 这个时候 帮人家画人像 一块八毛七 我走过去 我说我两块 两块 人家连警察都叫我了 他说你只要两块 人家有来生 然后你 你怎么会画得比人家好呢 人家都是在这里五六年 在这里都很成功了 一天可以赚两百块啊 我说我一天就要赚二十块就可以了 后来警察把我赶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叫我到办公室去 我就跟他讲上海话 他根本就听不懂 就就就都 穿穿穿穿穿 后来我在我家的路上 我就考虑了 到底怎么办 我都要付房租的 我的房租是一百块 很简单 住在Broadway楼上 就是Big L楼上 一百块钱一个月 我不想跟我担保人住 担保人叫我到Filladaville 跟他的弟弟学画 他从台湾来的 跟他学画画 你画的画 签他的名字 卖给人家五百块一张 我说我 一分钱我都不要 就在那里待了三个礼拜就回来了 画不下去了 后来我的同学 卢宏伟 他介绍我整理房间 我就把人家插马桶啊 做地板啊 四个小时 全部完成 他给我二十块钱 我就靠这样生成下来了 后来我毕业了 我在读MASTER 我的MASTER就是读Extra的艺术 所以说我现在看到这个 教授师的话 很感动 这个有他的气质在那里 他这句 这段话就讲一句话 他讲这句什么话呢 我是中国人 没有 我是美国人 美国中国 但是他现在这个 这段话是讲的 我是中国的 对 你到美国以后 我不是一个公安局做的 我也不是FBI和CIA做的 我从直觉上看到这个 因为他看 你看这幅画 一切凉了 这个小线呢 右上方是受到光的 左下方是暗部 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秘术的希望 所以说抽象呢 你的画呢 我就看到 你里面讲了几句话 一个是实彩 还有一个是造型 还有一个是 勾图 还有一个是 和谐 对吧 这四大方面是你最重要的 也就是 如果你们从台湾来 我一个好朋友叫南征宇 他的 你们台湾的台南大学 原来是他们家的后院 他捐给了奖兵国 他讲过一句话 他讲 他自己是小前辈 因为台湾有很多 出名的画家 他抬不上 但是他出来了 我是有钱的人 但是我想成为意识家 他就是讲这句话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 很出名的一句话 叫做天能合一 他说什么叫天能合一啊 以后你画是画得蛮好 不够放马 然后 他说我说放了以后怎么样 放了以后要厚重 这个中国书我读得太少了 他跟我讲 之前讲故事 我就听得很仔细 但是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他要厚 厚到什么时候呢 什么程度呢 要厚到了 要放 放到了天能合一 就是话就是你 你就是钱 因为中国人不相信上帝 他相信智慧 这是中国的特别 所以说我看到你的这张画 我就看到你是中国人 为什么 你是有智慧的 但是你像在死亡当中 找到了生命 这就是我为了 当时 福利特里克基金会 为什么会选择那一张 就是这个 另一个 他因为那个时候 85年84年 他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藏家 我也是 后来我到美国来 到他 Bible Fair去 去了以后 要看到他的 自己的博物馆 后来他或者 他是在全世界 搜抽象画 为主的艺术家 这个收藏家 但是呢 为什么收我两张呢 我也纳闷 因为当时中国的时候 抽象画就很少 我呢 是用写实的方式 带了 怎么说呢 比较新的一些处理方式 是吧 这种感觉呢 不完全是古典的这种 搞得比较具体的 这种写实主义栏目 是吧 包括一个螃蟹 是吧 平面的 装饰的有一点 但是也比较现代一些 所以他一看是中国的 这样你说的 你是中国 这段话是中国人的话 是吧 所以好多美国评论家 我早期的一些话也是这样 他以为他是画抽象 实际上他是 还是东方的 一种语言了 因为有公女啊 有马 有青冬鸡啊 这种标志嘛 基因嘛 对吧 这种基因在 好像广告一样贴上去 对吧 那个时候比较幼稚 因为 抽象怎么画 这像你说的 这些大家都在了 这边 另外一边老实际上 很简单 我们也可以画 但人家已经成了 我们再画 又没有出路的 所以这些东西 很自然的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要找一个出路 正像你讲的 是吧 要活下去了 要付房钱 我们那个事也是一样 房租租的 要付钱 是吧 所以 我停一下可以吧 给人家赶出来以后 我帮人家整理房间嘛 整理房间是在 chin set 在 richmond 我的 这个学校在 mason street mason, у вас 在那里 demasiado 但在 downtown 这么远 我 自行事都没有 我就买了一个月票啊 这个叫Fast Pass 买了个月票就是 每天就撑这个车子 这里走那里走 一天差不多16个小时就在路上 画画这花三个小时 最多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所有我的教授都说 如果你要画写实的 我们不会留你 为什么呢 留你做学生啊 我们就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比我不画得好 你什么技法都会 为什么 你不学学我们 美国最伟大的画家 他给我看那个Jackson Pollack 给我看这个Winley De Kooning的画 哇 这个肯定是欧洲人 他说Jackson Pollack不是欧洲人啊 是Belodafio 我说De Kooning是欧洲人嘛 德国人嘛 他说你有眼光就凭你的眼光 我们就收你做抽象的学生 我说我是像学手一样的 我们中国这个时候有什么赵武吉啊 我都听到过 因为我的老师周中奇他跟赵武吉都认识的嘛 刘海书赵武吉也认识刘海书的嘛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 但是对他的话实在不理解 当初我不理解 所以说后来他叫我学抽象话 他说你很难拿到A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A plus 他怎么会给我A plus的 我就跟他我画了一张这个地狱之门 现在这张地狱之门啊 现在我看上海这个Stock Market 这个Building的造型 全部照我这张画抄的 一模一样的 那事情很奇怪 因为我这里很多的雕刻家什么都来看 我当初的那个系组人叫Ron Young Ron Young是他是做这个Pattina 这个自童的 红的上面把它烂了以后 它造出不同的青红的感觉啊什么 他搞这种抽象 他是英国的留学生 他就是说你这张画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画出地狱之门 我说两个story 一个就是Ludan的story Ludan搞了一个凯旋门 这么就不能打开了 就是Ludan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Wiland de Kooning Wiland de Kooning 他是神经病啊 他给德国人吓得了犹太人 下了屁股鸟流 然后上了飞机 在降落的时候 他都发抖 他说这个Pittina 这个地方 跟我们德国Bling 好像很像啊 他说我不要回德国去啊 就这两个人 那么Dakooning的特点是什么 他就刮刀挂了好 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边线 这个问题 边线 他不可能四条边都是一样的 他如果只要有一条线是锚的 他就是有空间的 所以说我看到你这张画 你每一条边线都不一样 我说这个认为的 他没有一条边线是相等的 也不是一样毛糙的 对啊 所以说我个人的认为啊 这是我不能 单装曲乱讲话 因为我跟你 以前没看到过一个话 但这张画确实是好话 我的讲话就是这样 谢谢 但是你背后就是赵老师画的天堂第一 天堂第一 第一门 第一门 第一门啊 这个门啊 在这里吧 你你要跑进去 你后面 我这第一门三角的 因为三角就是无底洞 那个最后啊 那个线上我看那个林峰啊 那个树一致啊 苏兄啊 谢谢大家 你在线上吗 我们要听听你的高见呢 所以虽然我们都是肚子饿了 但是反正请你讲讲话 那个 苏兄你还在吗 不在了 不在了 我们就散场了 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 很精彩 太好了 太过敌